灾起地震造成了37校的校舍受损 灾损金额超过500万元 其中玉里站春日国小教学大楼 和专业大楼间的空中穿廊倒塌 现场学中卫立委夫昆奇 也特别到受灾严重的春日国小来视察 考量师生安全 决定这个星期改采线上教学 如果有安全疑虑的话 不排除未来要一地上课 918台东大地震造成南区多校受损 玉里卓西铺里三个乡站19号停单课 县长徐政卫等人到玉里镇的春日 乐和国小等校来看载 徐政卫说考量师生的安全 决定在这个礼拜改采线上教学 如果人有安全上的疑虑 不排除未来一地上课 学生的安排和安置的部分 现在如果明天校园没有办法 是一个安全学习的地方 我们就会启动用远距教学的方式 那在下个礼拜 看我们在这个整个 在这个礼拜的准备期间 我们也会把幼儿园移到安全的 这个另外一个教室来暂时来使用 所以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会将我们幼儿园区的部分 移到安全 而且先把它准备完成 校长陈寿辰说 经过结构技师鉴定后 建议对主体建筑加固 并且拆除川廊 初步规划工程大约需要一周 先采线上远距的教学 如果还有安全上疑虑 都会到其他学校上课 教育部校安中心统计 截至19号的上午10点为止 受灾学校148所 灾损金额总计有2267万元 受损学校以高雄市45校最多 其次是花莲县37校 一期台东县21校 损失金额台东县939万最多 其次是高雄市557万多元 花莲县则是554万元排名第三 记者高双双 预政采访报道